不拍视频的时候我们是如何配餐的,先给仙女姐姐分个餐,来个带熟口味的,小仙女挑食,加一点她不喜欢的肉,就整盒都不吃,所以她的配餐肉类都简量简单,并且还要切成小片,太大块的肉也不吃,再做一个牛肉口味的,这样一盒差不多60克,是小仙女一餐的量,吃的时候需要加一些盖粉代替骨骼,最后打印标签,贴好就完成啦。 接着给小熊猫配餐,肉,骨,内脏按照比例装带,这个是鹿肉口味的,小熊猫按体重,一天的生骨肉摄入约600克,因为平时还会有互动零食,这里一带约550克,是小熊猫一天的量,加一些冰冻的莓果,吃的时候就不用另外点了,还有冰冻蔬菜,这种带装的太方便了,最后真空机抽真空风口,完成,最后贴上标签,还做了其他口味的。 全部完成